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談到服務管理 各位裡面在準備的時候的話 當然他本身在發展的過程裡面 包含很多相關性的學科 各位裡面可能可以從學科裡面 他的基本的邏輯上來做一些 簡要性的探討跟討論 那談到服務管理 當然他包含了幾個相關的概念 各位可能至少應該先去做一些 簡要性的了解 台灣對於這個區塊裡面現在可能 會比較關心 因為以往裡面可能談到過往的產業的時候 談到包含了第一級產業 包含像農林漁木這個產業 到後來的時候出現了所謂的二級產業 那二級產業的話可能包含了像工業的區塊 那第三級或第四級產業裡面 包含了服務業上面的誕生 所以提到在服務裡面當然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各位你們可以從這個角色上面去了解到 服務裡面在台灣現在扮演出來的一個區塊 那麼談到台灣的時候 現在有一個區塊裡面在特別表彰服務的部分 裡面提到叫做國家品質獎 應該有聽過這種東西喔 能去表彰企業 他在對於所謂的品質的部分 或在服務的區塊裡面 在整個行業當中裡面 他有他獨特的代表特性喔 其實有時候 你稍微回想一下 在生活當中裡面 有時候會去表彰一些服務的觀點 你可能包含了像一些相關性的 慈善的產業 你可能常提到服務 或者所謂的服務學習 比如說像慈濟 你可能在對於所謂服務的概念上面 他表彰出來一些獨特的特點 而如果去談的話 如果在業界部分 或者是在企業部分 在談到所謂的服務的時候 發生哪些的區塊上 可以去做一些 不同層次上面的討論跟分析喔 去來看比如說我們在談到 吃的話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說 生活上面如果在談到 飲食的部分 我從所謂的食衣住行上 各位裡面去做一些 減要性的考量的時候 裡面提到說 吃 你可能會想到說 什麼樣的企業 對你而言的話 他在對於所謂的服務的概念上面 可能是一個很重要性的指標 舉例來看比如說 像各位比較知道 像網品台塑 你可能包含在對於所謂企業上面 他所談到的服務性的觀點 他有他獨特的特性 跟概念存在的 或者是包含像各位裡面可能看到的 像一般裡面 你可能在生活當中 我們有那種儲蓄的習慣 或者是使用信用卡的習慣 那一樣可以看到 如果像銀行的話 你談到說 銀行裡面這服務上面 有什麼樣獨特的服務的代表特性 那一般裡面在談到所謂 服務的觀點的時候 很多人會談到 比如說像玉山銀行 玉山銀行裡面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進到 銀行當中 前面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兩個 先跟你 在外面有一個 保全 如果你停車的時候 可能還稍微看一下 你的車到底會不會被 脫掉 後來進銀行之後裡面的話 兩個人裡面 可能跟你先簡單鞠躬 一個人裡面拿一杯水給你 後來抽號碼牌給你 後來他問你說 你要辦什麼相關性的業務 這在對於所謂的 他操作的時候 所考慮到的情況 我們在談到說 在銀行的部分裡面 他有一些服務上的相關性的性質 可以從他性質上面 去做一些簡要性的討論 在其次的話 我們在做考量的時候 會談到說 那怎麼去把 服務跟管理這兩個區塊上面 去做一些簡要性的討論跟分析 各位裡面可以看到 在對於所謂服務上 所做的 界定的時候 那依照所謂的Jone 他所提出來的概念的話 提到服務裡面所做的界定 叫做為他人完成工作 所以是希望能夠去Fall 這些相關性特定的對象 能夠做完成性的過程 這是一般裡面在談到 服務的時候 所考慮到的情況 但在現在裡面在 多數人對於所謂服務上 來做所謂探討的時候 當然包含了不同的界定 比如說像Quarter 所談到的 服務是一種活動 或者叫做一種利益 或者是有些人裡面 從行銷的觀點上來做介紹 比如說像依照的銷售 或屬於配合銷售 所產生的一些相關性的連帶 相關性的利益 或滿足性的過程 這是屬於我們在對於 所謂服務上面所做的 相關性的界定 所以各位裡面 一開始的時候 你們可以先去做 簡要性的了解 談到服務管理 如果從所謂服務管理上的概念 上去做所謂的考量的時候的話 先去做一個簡單性的 一個界定 一大裡面提的是服務 它是希望能夠做到的是 為他人 而做的工作 那稱為叫做服務 那另外一個區塊裡面 談的叫做管理 那什麼叫做所謂的管理 管理簡單的講法叫做管事 就是 理人 所以 在管理的工作裡面 一個區塊的話是 你必須要了解說 你要做的事是哪些事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提的是 你要遇到的是哪些相關性的成員 去看包含像你在處理捷運相關性的工作的時候 你要先確認的是 你之後知道裡面有哪些事情 你可能要去做考量的 單純的服務管理上要考慮到的 包含像公共運輸的部分 我們的相關性的對象部分 還有包含相關性的外部設備部分 甚至裡面可能包含像北投區塊 還有游泳池 連那個區塊的游泳池的管理 它可能都包含紫色在內 都屬於在捷運上面 它必須要考慮到的事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裡面 考慮到是屬於 對象 那對象裡面可能包含很多的 那個一般裡面看到的 老弱婦孺等等 包含像殘障人士 在內 但這個區塊裡面可能看到 比較弱勢的部分喔 在台灣裡面可能 照顧的部分 可能就屬於比較 弱一點點 比如說像 無障礙的空間 那個區塊裡面就是 常常被人家拿來做詬病的 甚或裡面可能看到 捷運裡面還有一度的話是 有人過氣了 過氣意思就是 死掉了 後來裡面的話 你必須要做到 運送 上次你可能有聽過這個新聞喔 就 不覆蓋著 後來裡面的話 用那個 輪椅裡面的話去推 所以很多人聽到之後 裡面的話還是 毛毛的喔 所以提到在對於所謂的 人的部分 在服務的對象裡面 可能要去做考量 所以 有哪些事裡面 你必須要去做一些音域 還有包含哪些人裡面 你必須要去做一些操作 當我們再從管理學的觀點上 來做考量的時候 這些服務管理 厲害的人在做 服務管理的時候 他大多數裡面所做的管理性的情況 不是在於 立場的管理 因為立場管理是一個很routine的 你可以用按照 平常的規則上去做運作 那叫做所謂的 立場管理 你每天裡面必須要做到 相關性的工作 但是 一個好的服務管理者裡面 是能夠去控制 立外管理 什麼叫立外管理 就是一些突發的事件 如果突發事件裡面 能夠處置得意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變成是一個好的管理公司喔 比如說可以看到像 你常常提到那個 亞都立志喔 那個代表性的學者叫做 你常常說我裡面 他就是以照 服務管理裡面當作 最主要的一個發展的對象 所以我們在談到 在管理裡面 在談到所謂的 服務管理的時候 當然這邊提到的是 希望能夠去 協助 能夠服務他人的一種方式 來做操作 所以一般裡面 我們可能談到 包含一下 中國裡面快速的崛起喔 那常常 對於中國裡面 有一些不同層次上面的批評 或稱為叫做 仿冒國家 或是屬於山寨國家 依照這樣的觀點上來做考量說 中國是不是一定是如此喔 其實你看到 中國就看到 以前的台灣 大概也是這樣的情況 但中國這個區塊裡面 其實也慢慢去做一些改變 包含在服務的部分 也在做改變 但他做的是屬於比較簡單的 包含像餐飲部分 他餐飲大概會跟台灣 台灣哪邊比較接近喔 例如說像 台中的部分 跟台中的餐廳會比較接近喔 當然你可以看到 他的格局就比較大 另外一部分裡面 建物就是屬於比較華麗 當然這邊可以看到 在服務的部分 稍微比較差 但未來裡面這個區塊裡面 是可以做一些改善的 提到在對於所謂的 服務管理上面 他所考慮到的意涵 各位可以做了解的 第二部分裡面提到的是 服務管理喔 他所考慮到的他的特色 或是屬於他的特性喔 可以從特性上去做思考 一個是屬於服務的特性 服務哪些特性喔 其實這邊已經整理給各位喔 至少有一些概念上 各位裡面至少能夠去做一些 考量的 所以服務裡面有哪些的特性喔 如果從服務的觀點上去做 思考的時候 他具有無形性的 這無形裡面就是 看不到摸不著的 這樣講 是這樣講 但是真的看不到 或是屬於摸不著嗎 其實有時候 你可以 無形中裡面可以做一些 不同層次上面的體會喔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到 他一些特性的 比如說像 育山發了一些很壞的卡 比如說像 他有發這種卡 叫做 王建民卡 所以 但最近這個卡裡面 多數人使用的比較 少一點點 因為這個人最近在休息當中 所以 他裡面可能用的比較少一點點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算不算是服務喔 算喔 因為你說這張卡裡面的話 他是把錢捐給誰 他利潤裡面捐給了 青少棒 所以 他本身算是一種 慈善性的概念喔 還有另外一張也算是喔 另外一張裡面的話 他用的是 呃 又在環保的部分 所以 台灣最近今天呢 台灣過了那個 環教法 所以 這張也是用在那個 環保的區塊裡面的 呃 區域喔 所以 他的企業部分裡面 他常常講說 他是希望可以樹立一些 一些獨特的企業形象 從企業形象上 去做一些整體性的 考量性的過程喔 所以 企業裡面其實有時候 會有一些 無形性喔 而這些無形性裡面 就是一個企業裡面 他很象徵的一個 資產性的過程喔 舉例來看 比如說你在談到 呃 醫院好了 你在談到一個醫院的時候的話 你說 那誰的那個 服務性喔 呃 算是屬於可以被接受的 他裡面 現在龍頭病奇嘛 但是最近裡面 醫療改革裡面 常常被拿來去做 檢討的區塊 不管到底有沒有什麼 健保性的黑洞 醫生到底有沒有屋前喔 如果提到那個 服務的部分的話 你覺得 哪些醫院裡面的服務喔 是可以被人家 拿來做討論跟接受的 有沒有覺得呢 哪些醫院裡面 你應該不會選台大嘛 對不對 你也不會選高醫嘛 對不對 所以你大概會想到是 哪些的醫院裡面 大概會以服務當做 很具有指標性的 算一算之後的話 大概都會只剩下 宗教類的 所以包含 慈濟啦 馬接啦 長根啦 這些裡面的話 以服務 以管理 來當做代表性 當然如果服務喔 這些宗教都有 但這些區塊裡面的話 如果它本身 又再加上有管理特性的話 把服務跟管理 兩個做結合的話 大概只剩下誰喔 只剩下長根 長根的管理算很厲害 另外裡面它也有 宗教的觀點上 去做一些結合 所以長安大學的話 就在台灣裡面 國家品質獎 他就被拿到 被收證 在兩年前 所以就提到 在對於所謂的區塊喔 有時候 要兼顧到服務 但是又兼顧到管理 這兩個區塊裡面 其實是一個 不太容易 一起兜出來的部分喔 比如說像 陳凱倫好了 現在最近裡面 最紅的事件 那你看到陳凱倫的話 是算是 有服務喔 但是會不會管理喔 他管理應該算 蠻爛的 第一個是他自己 大概也不太會管理 另外一個 他也不會管理 他的小孩子 所以在整個管理的區塊裡面 是有問題的喔 所以提到在對於所謂的 發展上面提到 服務的部分 他所象徵是一種無形性喔 另外一部分 你們提到 在服務裡面的話 他是一種同時性 他兩個會一起出現的 也就代表是屬於不能分割的 你不然在做服務的過程上面的話 他的特性裡面 就會做相對性的呈現性的過程 另外你們提到 在服務的部分裡面的話 他也具有所謂的 一直性 他具有一直性 這一直性裡面提到的是 在服務的過程裡面 在不同的地點 不同的區域上面的話 會產生不同的特性存在 那叫做所謂服務上面的一直性 舉例來看 比如說像各位裡面的話 在每一個地域上面 雖然都叫做所謂的服務 但他的特點上還是不太一樣 比如說你在網品 在和平東路裡面吃 跟在台中吃 那個區塊裡面 還是會有一些差異的情況存在 那叫做服務上面的一直性 另外有沒有提到 服務裡面他會有 異消滅性 的確也有可能出現 異消滅性的情況 什麼異消滅性 就包含了 在這種過程裡面的話 可能有時候 舉例來看 比如說像捷運 捷運要是 有時候晚上 那個末班車 沒有人做 那那個服務裡面到底存不存在 那服務裡面是 沒有被使用那個區塊 他就不能被流來 下一次再繼續做使用 那叫做所謂的異消滅性 所以那個區塊裡面沒有使用 那就沒了 所以在那種歷程上面 之後去做一些討論